大家好 我是J环来到今天的盘中更新 今天特别做CPI的一起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在最新的美国的CPI报告出来之后 三大旗指一起是高开高走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纳指是涨的是最多的 纳指涨接近300点2.08% 这里有点冲高回落 道指涨的是最少的1.34% 标普上涨1.76%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多数个股的涨幅不在少数 5%到10%这边的股票不少只有超过1000只的 所以是比较大幅度的一边倒的这一种行情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标普500里面的热电图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翻绿的股票是居多的绿油油的一片 然后这个幅度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来到这里 特斯拉盘中是涨超过5%的 Home Depot在财报之后盘前的财报之后也是大涨6.37% 但是这里买一个伏笔并不是因为财报大好 是另外一个环境 我们一会去看一下 其实它给了比较谨慎的预期的 盘中还有什么变盘的点呢 我们也会一起的去讨论一下 接下来就是去看Walmart Target这一些大零售的这一个数据 还有这一个财报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先去讨论一下CPI 为什么今天CPI报告一出来了之后呢 一出来之后呢 这个美股就是一线的上行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CPI来说的话呢 预期月对月对比来的话说是0.3 但实际出来的是0.2 年对年对比呢 预期是4.1 实际出来的核心的CPI这一边呢 是4.0 这两个都是核心 然后这个是包括了这一个Headline Inflation 就是包括了Food和这个Gas 也就是汽油和食物的话 这个预期呢 是3.3 实际出来3.2 然后这一个月对月对比的这一个增长来说 预期是0.1 但是实际出来是0.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前置来说呢 这里是0.4的 这一波呢 直接是出来一个0 这是在这里呢 是一线的是好过预期 所以这一份CPI报告呢 是大好的刺激了股市 带动了这一波的这一个上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又开始收涨了一点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下这个特斯拉这一方面的这个利好 今天股市的这一个上行 因为我们去想嘛 前两天股市呢 在这一波上来的之前还在4100附近的 现在一下子呢 今天早上对吧 大家可能一睁开眼睛一看 4500直接反弹了这一个400点 已经开始接近前面的 就是今年来说的比较高的一个点位 4600附近跑过去 就差100点了 所以这里呢美股在非常短的时间是走了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而且前面我们昨天在讨论英伟达9连涨 出了一个高9在想是不是要回调了 结果今天英伟达逼近500这一个大关 英伟达去续的10连涨在往上面去走 所以个股呢 今天索尔这一边发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一个新年这一边的这一个火箭的发射的视频 我觉得特别的这个贴切啊 你看到马斯克在这里 今天如果我们去形容美股的话 大约就是这个视频了 看到火箭发射上去了 好 接下来呢 我看一下特斯拉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消息面啊 前提啊 昨天应该是泰国这一边呢 是有这一个手脑的是跑过去看了这一个加州的Fremont 因为最近是APEC嘛 所以各国的这个手脑呢 都是聚集在加州这一边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个 泰国这一边的这个 这边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泰国的总理呢 直接在这一个cybertruck战车上面呢 数个大拇指 还有16天 倒数 倒数就是可以去看到这个战车的发布了 另外一边来说的话呢 木头姐姐今天有上CNBC呢 去去讨论这一个特斯拉 其实在讨论加密币啊 因为最近比特币非常的火 毕竟38,000 但是在这份好的CPI报告之后 我们倒没有看到比特币上去 还是稳定在36,000附近 但是特斯拉这一边呢 就是大幅度的上涨 连续两天的涨 接近5%的幅度 今天是超过这一个幅度的 昨天是涨这个超过4%的一个幅度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特斯拉是连续的这样子 走出这种暴涨的这一种行情啊 在木头姐姐呢 又是再次的去讨论 特斯拉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的一个play 一个就是可以交易的一个概念的这个公司 所以在这边呢 是比较是看好特斯拉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前几天我们看到ARKKK 方舟基金那边呢 是不是在减持的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了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区 写下自己的这一个看法 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去追踪一下 特斯拉最新的这一个登记 在国内的这个登记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趋势来说 自十月这一边七千五八千一 一万八百一万四 这里呢是继续给了一个高的数字 一万三 但比上一周呢是少了一千左右的 但是我觉得价格这一边问题应该不是这么的大 毕竟我们才看到这一个国内的市场这一边呢 是有这一个加价的 如果需求真的有问题的话 价格应该不会上去 但是这个一万三千的比之前的七八千来说的话呢 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这里呢我觉得更加像二月这一边 二月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最高位置一周里面的这一个保险的登记呢 是一万七的 这里是最高的 但是其余的周数呢 一万四对吧 现在已经回到了这一种的这个走势了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里是八月 我以为是在看前面的二月 这里是八月的时候走的是非常的高啊 在这个登记来说的话 今年整体来说的话 六月也不错 六月也是有很多 一万四一万七左右的 所以就看一下第四季度 十一月十二月呢 能不能像这一个夏天这里的时候 六月和八月这里呢 是走强的进一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一个 看一下这个 这个首脑继续去参观 特斯拉加州工厂的这一边的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这一个商业 还有工业的这一边的部长呢 是有参观加州工厂的啊 就就推进了这一个印度工厂那一边 对不对 有机会就是进一步的去拿下这一个印度市场 毕竟之前比亚迪是没有拿下的 所以给了特斯拉一个好的机会 进去去把这一个市场给拿下 所以最新的工厂的预期呢 就是看墨西哥那一边什么时候开工 另外的就是看一下印度工厂的这一个进展 毕竟印度工厂墨西哥 还有这一个 GIGA Berlin 也就是德国的工厂那一边呢 最有可能是见到Model 2 也就是两万五千 下一最新一代的这一个 特斯拉的车子的这一个 出产的几个重要的工厂 印尼工厂那一边呢 应该只是一个电池工厂 但是最近应该也有消息一面 所以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去留意 如果是新来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 然后不要错过我的这一个更新 我会继续的去追紧大盘 还有这个特斯拉最新的这一个更新 另外来说呢 这一个马斯克这边也是留了一个伏笔啊 前两天的 FSD12在这里呢 大概是两周左右呢 就应该是能见到这一个 第一个可以测试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 这个FSD12呢 会不会这个如期出来 很多人都是不敢相信啊 这么快就可以去测试到 这一个最新全人工智能的 有AI推动的这一个 FSD12的这个版本 如果能测试的话 相信油管上面应该是有 不少的这个博主在去试验和测试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效果 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 FSD12呢 是很大的一个看点 毕竟这一个是全人工智能推算的 之前我们也去解释过 然后马斯克有清测的这一个视频呢 在我的频道里面 大家去搜索FSD 应该就会淡出来了啊 马斯克是清测的 但是他用的应该是Hardware 3.0 所以其实要更新一下 才能去做Hardware 4.0上面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Photons光子呢 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的这个Hardware 3.0 3.5 4.0上面 所以啊 这是一个就是 对于特斯拉需要的一个挑战的一个观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Home Depot的这个财报 刚刚就在讨论 Home Depot这一边呢 对吧 我们之前在财报之前就去讨论过了 股价呢 有余地 有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不错的反弹 往300这边去走 结果直接冲破了300 今天大涨超过6% 非常的猛 整体来说呢 销售季度来看的话 Sales declined 3% from the year ago 所以跟上一年去比呢 这个销售来说的话呢 是跌了3%的 听起来不是这么的好啊 然后呢 也是就是 Narrowed its 4-year outlook 然后对于全年的这个 前瞻和预览呢 就是预期不是这么的好啊 把它给收窄了 比较谨慎 比较谨慎的一个看法 但是今天呢 这个股价呢 还是往上走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进一步的 这一个公司去讨论 渐渐的是从这一个 疫情的开始的这个趋势呢 渐渐的出来了 因为疫情之后呢 价格来说的话 一些这个home improvement 就是家里的这种装修的这个费用呢 都是往上往下 供应链问题啊 各种的 还有这个电器上面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是渐渐的开始复苏了 所以在这一个好的 这一个预期下 我们看到股价呢 是先往上进一步的去涨 特斯拉新闻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在讨论的就是 可不可以即刻把这个战车呢 在一年交付了之后呢 把它给卖出去 这个条文啊 也就是vesal和flip 对吧 这种黄牛的交易来说的话呢 本来特斯拉是摆在条文里面 就是啊 就是不不可以去进行那种交易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啊根据swear这边的报告呢 更新了之后呢 这里这一些条文呢 是一年之内不可以把它去卖掉 这个条文是开始把它给去除掉了啊 好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特斯拉的股价呢 来到这一边呢 是进一步的往上探 是基本上到了这一个 二三八左右的这一个程度了 非常的高 另外回到消息面这一边 非常戏剧性的一面呢 就是之前呢 大摩是看好这一个特斯拉 调高了这个价格的 但是之后呢 我们看到高盛和大摩呢 是唱反调 但是高盛在今天这一边呢 又变调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高盛是指出 we believe in an upside case FSD could be 50 to 100 billion dollars a year revenue from Tesla split by 2030 也就是在2030年呢 这一个自动驾驶呢 可以给特斯拉带来 每一年500到1000亿左右的这一个营收 之前呢 是估计是 up from 现在他们觉得是 只有10到30亿左右 每年的这一个 presently的这一个 revenue的这一个营收啊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跳幅 但是这个是之后 就是FSD被研发出来 全面开始预售的事 销售的时候 这个给出的 这个高盛的这个预期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上呢 充满了这一些非常 这一个positive 今天木头姐姐也出来去唱多 这一个特斯拉的在CNBC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情绪面啊 从这一个第三季度财报的负面 影响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渐渐走出来了 好 来到这里 我们去讨论一下 股价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变化 看到特斯拉呢 是冲到了布林上线 昨天我们就是在讨论 这一个布林中线 能不能站稳 这里直接就 直接去冲到上线去了 好 那么冲到上线去 如果好的情况 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走势呢 布林上线在这一边呢 如果能打开上行趋势的话 开始粘着这一个上线 再走的话 这个就会是比较强的一个趋势 但是来到这里啊 基本上我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形态呢 是走出来了 倒过来的 对吧 头肩顶 我们可以看到左肩膀 头部 右肩膀 然后在这里呢 直接是跳高 之前大家可以去看前两天的 这一些的浮盘视频 一直在讨论这个形态 渐渐的是走出来 而且今天的继续的高开呢 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形态 因为这整个头肩顶呢 是有点像这种孤岛反转的这种形态 因为它是有一个跳空和跳高去形成的 而且今天这一个跳高非常的强势 因为在日内的幅度来说 特斯拉配合大盘呢 是大幅度上攻超过6%的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MACD呢 在这里也是放大了 所以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形态 那么在这里呢 下一个点位就是 基本上就是去看 只差了三块多的这一个幅度了啊 也就是241 242的这一个补齐缺口的区域 补齐了之后 更加大的这一个区域呢 是250 260之间的 之前就是一直在讨论这里附近的一个区域 看能不能去达到啊 所以就是看特斯拉这个上攻的幅度 后面的推动力 应该就是看这一个cybertruck的delivery event 战车的这个发布会 能给这一个特斯拉带来多少大的一个冲击性啊 另外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回到大盘这一边啊 今天啊 这一个美金 USDollar Index DXY 对于这一个CPI报告的反应 大家相信应该已经是看到了啊 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所以美金往下再跌的呢 会影响其余的这些市场的 同时国债利率呢 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单单啊 日内这种啊大 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出来 百分之四到五左右的跌幅 这个对于国债利率市场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跌幅啊 来到这里呢 加息的预期呢 基本上是归零了啊 剩下来加息的预期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最新的加息预期呢 12月13号最后今年的加息会议 基本上是零的几率呢 会进一步的加息 一月呢 也基本上是清零了 对 大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之前我一直讨论哪一期 哪一个会议里面 还有加息啊 这一个加息的这个几率的 昨天呢 一月这一边应该是最高的一个 有23%的几率呢 再加25基准点 今天 0.2% 也就是代表 呃 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在这一份CPI报告 还有最近的这一个非农的报告上面呢 总算是看到了 加息时代的完美的这一个收官结束 就看美联储在12月13号 加息会议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了 降息预期的话 三月这一边降息预期大幅度的上调 25基准点的这个降息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32%的几率呢 昨天只有10%的几率 而加息的几率呢 清零了基本上啊 在0.1% 而到5月份这一边呢 呃 降息的几率呢 是最大的一个几率啊 是48.7% 呃 暂停呢 是35.1% 然后有15%的几率呢 开始去讨论了啊 降息50基准点 所以这些降息的这个预期啊 是渐渐的被提早了啊 昨天我们看到瑞银呢 说今年可能直接去降啊 275基准点 那个有点多啊 最早啊 三月去降息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 配合上今天CPI报告呢 这个降息的预期 真的往前面去推了 所以股市得到这一个振分之后呢 就大幅度上调 因为美金在暴跌的时候呢 那么现金就不是为王了 因为这就代表美金的这个价值 对比来说的话呢 是在往下在走的 所以大家就会去看 别的增长的资产 例如这一个股票 还有就是啊 有很多小伙伴在问 黄金怎么样看法 黄金大家看到了 up 白银今天涨了3.76% 比这个黄金还要多 NUGT 这个做多黄金的 这一个港盖的ETF呢 今天是大涨10.4%的 而且这还不是三倍港盖 是两倍港盖 所以这一边啊 今天的Leverage ETF呢 全部都在暴涨 我们看到Soxel 又是一个暴涨 对吧 前两天还是一字头的 18那种的位置 我们在讨论 到了20之后 现在直接上了22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边呢 是直接是起飞了 这个Soxel 从10月30号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万圣节 Halloween Rally 起开到现在 Soxel涨了53% 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大家熟悉的一些 这一种做多的 港盖的ETF 全部都是暴涨 TQQ7%左右的幅度 近一个月里面 TQQ涨了40% 因为TQQ之前呢 我们一直对吧 去年这一个时候啊 我们去回探一下啊 去年这一个时候 在11月12月这一边 TQQ还是十几块的 在12月的时候 在近一年里面呢 是翻倍有多了 然后在近一个月里面 但是一个月里面 TQQ就已经涨了40%了 这就已经告诉大家 最近涨的是有多疯狂了 这个是一路倒的行情啊 啊 在这里呢 还是那句话 follow the trend the trend is your friend 这里啊 如果是逆着这个趋势 在啊 在做的话呢 就大家也发现呢 最近这个多头一边倒的 这种行情推的是 非常的厉害 所以很容易恐高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始恐高 怕这个CPI报告有变数 结果呢 继续的再往上推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之前有讨论 这个QQ纳指呢 是九转的 那其实国外 Tom DeWatt TD9的这一个指标上面呢 它后面还有一个13转的 所以我会注意 九转后面的四个交易日 有没有转变盘的这个点位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的话 记得订阅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这个更新 我会进一步的去更新这一点的 今天来说的话呢 是第十天 我会特别的关注英伟达那一边 因为我觉得英伟达跟纳指 非常的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还有一个星期之后 11月21号 就是英伟达的财报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啊 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这一个对于整个大盘来说 非常的重要 又到了这一个去观看 英伟达能不能再次拿下 这一个新高的一个看点啊 上次财报呢 就往500这边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英伟达在九转之后 不跌高九呢 进一步的掩杀 过去500这边 现在到了498.21 离这一个500啊 只有一块多的一个 一个这一个差距了啊 我们看到AMD亚马逊 微软这些全部都是跟上来一起的 AI概念的一起的在网上走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布莱德对吧 加持了 增持了这一个亚马逊 增持了特斯拉 所以这还有Meta这边都是看好的 那些公司主要的这一个热点是什么 全部都是AI 所以这一个基金主力这边呢 都是在看着AI公司在走 刚刚说港盖基金的时候 还落了一个FNGU FNGU是今年的大牛股啊 里面就拿着FANG里面的成员 大家可以看到来到这里涨幅 又恢复到了380%了 当然之前更加多 因为之前在222 之前是439%的 所以这里呢 FNGU在短期内呢 也是大幅度的上涨 这一波涨了53%的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连TQQ都能涨40%的话 那这一种因为平时交易量最大的 这一个ETF股票基金 特别是上港盖这种的 就是这个TQQ很多人去买 很多人在看在交易 所以那边就可以看到热度了 那今天国债利率暴跌呢 TMF TLT有没有戏 TLT是有分红的 我看到留言区有小伙伴在问 这个已经是回答了 我看到TMF今天大涨7.12% 又要跑回去 这一边继续的再往这一边去走了 因为国债利率呢 来到这里呢 是大幅度的下跌 因为加息的几率减少的话 那利率见顶 对吧 就是这一种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一根大的阴险下来 进一步的往下去走 4.5的这个支撑呢 是破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下探呢 是把前面的支撑都给跌破了 这里继续往下走的话 下一个区域在4.33左右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指数 还有多少的幅度 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有讨论过的嘛 在之前恐慌指数继续下探 往12.13这一边去走的话 那就是比较见到 大盘有大幅度的这种的回调 因为通常进入牛市的时候呢 VIX都是非常的低 因为是慢牛 然后是急跌嘛 杀跌的这种的这个行情 所以如果我们开始进入这一种 大盘进入了这种调整的阶段 然后开始走这一个慢牛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VIX应该会持续的低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去如果是想就是对冲一下 做一下反指或者是看空这个股市的话 发现自己的期权的这个时间价值很容易被磨掉 是因为VIX恐慌指数点位太低了 它在这种14的位置 如果我们去拨有一个大跌的话 通常波动是不会出来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当然明天呢就是重头戏啊 习拜会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对芯片半导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讨论一下这个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 SPX标普500指数呢 这里是强势的一路在4100这一边见底之后呢 冲破了这一个长线的这一个下行隧道突破 还做了一个确认的脑在这里 做了一个假跌破 然后继续的冲高 这里ABCD的这一种的走势进一步去突破的话呢 前高在这一边呢 SPX是在4541左右的这个点位 可能会有这一个压力线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一个点位啊 把时间段我们切短一下 看一下近期的这个点位 在这一边继续往上去走呢 4510到4520之间的这一边的这个压力呢 是密密麻麻挺多的 进一步的回踩的话 我们看到4502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小的一点的这个点位 今天大盘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4494附近啊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走了一个上行趋势的尾盘 还有17分钟收盘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是在这一个探低 看一下4502这一边呢 是不是这一个支撑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 大盘的这一个阻力呢 是充满的啊 非常的强劲 涨了400点 这个没有这一个正常的阻力推动的话呢 是比较难看看到就是有这么大短期的一个涨幅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探高 特别是往4541这一个点位 也就是跟前高去起脚 如果4541都拿下的话 那么4600的这一个上行的这一个空间呢 就是会被正式的打开 回到特斯拉这一边 我们去看一下主力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一样的 这里呢 就是一个个台阶不断的在往上在爬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把它连接起来的话 然后主力呢 是不断的在增加 但是之前呢 我有讨论过 特斯拉来到这里来说的话呢 是对应了前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一个压力支撑位置啊 在235这一边 所以这里套牢盘比较多 今天呢 就在235这边消耗了很久 因为这些套牢盘要从卖盘变成买盘 才能进一步的见到股价呢 是收在上面 现在在235之上的 所以暂时走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有小伙伴在群里面呢 有去问就是 咦 为什么今天涨了这么多 可是流出是非常的多呢 就是因为这里的消耗 要消耗掉这里的这个套牢盘 然后呢 才可以进一步的去补齐 这个242这一边的这个缺口 才可以看到250 260之上的这个空间啊 但是Flow 最近我比较喜欢 除了这一个特斯拉之外呢 Unity走的是非常的强劲 昨天的复盘是重点过 Unity进一步的往30这边去走 回到特斯拉这一边呢 下一根大的这个压力线呢 是50均线 在240 241的区间 跟这一个缺口是非常的吻合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PLT2呢 就是看它能不能冲破20了 因为PLT2来说的话 一直就是卡在这一点 非常的害怕 它做这个double top双顶 所以这里突破不了的话 大盘这么强 大家也看到了 这里呢 还是在收一根红的蜡烛线 不是这么的理想 今天的Flow流入流出来说的话呢 PLT2这一边最近几天都是流出的 所以不是这么的好 怕就是主力在高位在出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交易量下去了 如果有利好的话 我相信这里有一定的可能性会突破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这一边暂时呢 还是这种横盘 如果现在买进去的话 均价有点高 因为这里真的是双顶的话 那就等于买在天花板了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这里我更加倾向于 看它能不能突破 我再去考虑进一步的去做多 好 其余的这个点位呢 在晚间的这一个更新呢 还会继续的有 所以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先更进到这里了 还有20分钟就收盘了 晚点跟昨天一样 我还会有一期 这一个详细的 这一个总复盘视频的 所以大家记得锁定了 不要错过最新的夜盘更新 好 我们一会儿见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记得锁定了